中國大陸東方航空 廈門航空申請176班 春節加班機來台 民航局不放行 海基會建議台商 循小三通模式走 廈門金門回台灣 台商聽了跳腳 除了便利性 每年冬季 金門機場天候變數多 都讓台商認為 小三通路難行 更慘的是 已經訂了東航下航 加班機的3萬台商 有人抱怨光改票加訂票 就要多花2萬塊 本來預計 大陸航加班機 來台的路客也受影響 今年春節 台灣粗估 將少1.5至2萬路客 損失上看9億 台商旅遊業罵翻 但蔡政府似乎不以為意 我想台商回不了台是一個假議題 我上次已經提過了 眼看路航加班機招侃 將成既定事實 台商今年怎麼回家過年 成了最大難題 最新民調顯示 支持蔡政府處理國政的民眾 只剩31.7% 不支持的破四成 創下史上第二滴 春節加班機的處理上面來說的話 不客氣的講 這還真的是 無能的政府 做出愚蠢的決策 蔡政府拿春節加班機 當M503爭議談判籌碼 協商還沒進展 反先苦了人民 記者 綜合報導